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一期的四位队长在一起battle 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过瘾呢 王一博 张艺兴 王嘉尔都是非常专业的舞者 他们跳舞都是经过专门的训练 所以在节目中他们的水平让人惊叹 但是钟翰良却表现的弱一些了 但是也曾经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舞者 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呢 今年46岁的钟翰良在公众的印象中 更像是一位男歌手和演员 但实际上钟翰良作为一名舞者首次亮相 并在台湾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OR1A被称为是小太阳 他还参加了舞蹈表演 而且他的表演都是非常有水平的 钟翰良从1992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考入香港无线电视台 而且他被选为了一名舞蹈演员 成为唱跳歌手发展 后来几年他也被评为了台湾时代舞相 钟翰良长相帅气 说话温柔 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这么多年他又出演了很多作品 受到大家的肯定 但是他的舞蹈在前些年 一直都处于一个高水平的状态 就像现在很多的唱跳歌手一样 他非常帅气 其实他的综合实力很强 比其他的三位队长要高出很多 尽管他确实与当前流行的街舞的风格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也展现出了很好的舞蹈感觉 在和其他队长抢毛巾和自己对于编起舞的时候 他跳的还是很好的 也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 四位队长的battle简直是太炸场了 很多人看完都热血沸腾 看一遍根本就不过瘾 四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最专业的还是王一博了 一博从小就开始接触舞蹈了 popping啊 looking at age breaking watching hiphop 几乎全部都会 他在battle的时候都能看出他的水平了 张一新和王家二叶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街舞中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钟翰良却用了很多 力量不是很足 动作也不是很到位 元素很少 solo的还很短 大家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呢 分析一下钟翰良的技术动作 让不了解街舞动作的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首曲子是locking风格的 钟翰良做出了locking甩手的标准动作 而且腿的动作也做得很好 不懂locking的人根本就做不出来这种动作 张一新和王家二就做不出了 而且呢他后面还加了模仿弹吉他的动作 证明他很会玩 街舞有很多情景的动作 让大家看得明白是最牛的 整个曲子他都是在用locking的舞蹈动作去完成的 虽然更多的技术没有了 但是整体看起来呢就是在跳locking 第二首曲子和第三首曲子都是hiphop 王家二呢都是在用跳hiphop的动作完成的 整体的rilling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头和身体还有腿啊都在不停的旋转 这就是标准的hiphop舞蹈动作 非常的有嘻哈的感觉 虽然这一段的fuel style看起来有些软 但是请大家知道他已经46岁了 力量不足那肯定是有的嘛 但是从技术上来说没毛病 在第三首的时候呢 他和王家二在一起做了双人表演 非常的会玩 这样的配合不仅很好看 还给自己加分很多 他做的vorm在街舞各个舞种都会用到 也是一种基本功 所以他做的很好了 最后一首kimp的曲子 这是一首非常需要力量和爆点动作去完成的 周汉良刚开始就用了情景带王冠和场下的队员做互动 非常的带动气氛 后面他用头卡到了非常爆的点 因为非常的符合能够感受到非常炸 所以周汉良就非常懂音乐啦 会玩音乐啦 不需要过的动作就会把一首曲子完成的非常好了 到最后跳舞他虽然是46岁 但是看起来和其他三位弟弟的呼吸都差不多 甚至比他们强还强一点呢 可以说他真的很会玩了 battle是非常耗体力的 有些人就是到最后体力不支 很多动作都会变形了 而且还容易出危险呢 街舞的动作很需要控制力量达不到呢 就容易控制不住了 大家都知道街舞的动作都是非常反正常动作的 所以就非常容易受伤 这些也证明了周汉良很懂局 很能够保护自己 看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对周汉良的舞蹈水平改观一些的呢 毕竟是46岁的中年大叔 能保持这样的水平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他不是从事专业舞者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太严格的去要求他 只要他懂得玩懂得看懂得街舞就好了 在四位队长中他是自用功的 往期都看了一遍 很多舞者他都记下来了 这样用功的周汉良值得尊重 被大家喜爱 这就是街舞播出了几期 但是这一期的热度最高 主要呢就是被四位导师燃起的 也希望后面的赛制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观感 也希望通过这就是街舞的节目 让更多人喜欢上街舞跳上街舞 为中国街舞在世界级比赛上拿到更多的冠军 这样的周汉良总是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 在五月份听说周汉良参加这就是街舞的时候 又是惊喜万分 又可以看他跳舞了 优雅空灵的舞 随后华人发现是街舞 是街舞 搜长瓜度的寻找了所有人脑记忆 各类的存储设备 除了寥寥无几的零星舞蹈动作 关于他和街舞的交集真的是一片空白 显见他是舞者但不是街舞舞者 这是他为自己接下来的又一个挑战 研究了前两期节目和400名海选舞者的视频 他真的是让人佩服 还有果然是需要知己知彼的 这就是街舞节目很好看 街舞舞者和赛制都是综艺当中难得一见的精彩 许多舞蹈作品非常有味道 值得反复的看上几遍 很庆幸因为周汉良而得知了这档节目 初始了街舞才没有错过街舞带来的燃情和欢乐 看完前两期的节目 笔者的心情倒是安定了下来 这一届重在选手重在推广街舞 队长的责任更多的是识人用人排兵布阵 当然了这要求不可谓不高 这一届的阶队长除了说要有必须的综艺感之外 仅仅是就舞蹈能力而言 就必备四方面的素养 一个是对音乐的理解和解析力 二是对舞蹈的热爱和品鉴力 三是对舞者的共情力 四是对街舞精神的认知和共识 钟汉良是合格的队长人选 之后的各种报道当中 我们知道了 在节目组的选择名单当中 当时当下他不仅是合格的人选 而且是不二人选 果然这接第三季首期播出 钟汉良迎来了满满的赞誉 他在街舞微电影开场秀和3v3起舞 battle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他的舞蹈能力 他的热情投入 他的全新努力无可挑剔 日料之中的是 他再一次让人惊喜了 意料之外的是 他没有如大多数人预料的 以自己擅长的拉丁舞 或现代舞融合街舞 他完全是一个街舞初学者的态度和身份 将自己融入到街舞当中 学习街舞舞种的动作和技能 他的街舞微电影和开场秀 都有着older school 不同舞种融合的展现 特别是在开场秀当中 包含许多的looking的舞蹈动作 还有地板动作 为这场秀编舞和祝舞的两位叶老师 在相关信息当中提到 钟翰良之前是没有接触过looking的 他在仅有的10余天里面 完成了从学习街舞的新动作 到人生第一场街舞大秀的过程 从确定参与节目担任队长 到开场秀拍摄10余天而已 每一个第一次都是惊喜 惊喜之余为他的努力而惊赞 惊赞之上又不得不为他的天赋而惊奇 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的突破 都是他再一次战胜自己 然而有些波澜起伏跌宕的 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生活 是的 这不是生活 这是街舞 第二季的预告来了 带来了前两季没有的赛制 还选最后一条毛巾的争夺战 由四位队长来完成四轮卡普尔 这赛制对于此时的钟翰良来说 显然是一道超纲题 Fill Style随机放音乐 舞者需要及时的去理解音乐 即兴的发挥 与第一期他参与的3v3起舞battle相比 Fill Style没有了编舞的准备时间 没有了伙伴们的注目 此刻他只有一个人 只能一个人 面对他的第一次Fill Style 此时啊 钟翰良接触街舞不过十余天 他在街舞动作和技能方面的储备 尚需学习和丰富 Cop Heart的规则呢 是可以自愿上场动舞 但是呢 了解钟翰良的人都知道他不会放弃 即使没有胜算 他也会倾尽自己所能 拼上所有付出最大的努力 这是他的契约精神 这是他的舞者态度 这是他的个人修为 于是史上最虐心的Cop Heart场面 哦不对 是史上最有人尖叫的Fill Style的时刻来了 能看出来这像他自己说的豁出去了 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全力发挥 他以街舞初学者的认真态度 不切场放得开 全身心的融入到音乐和街舞当中 给现场的选手和屏幕前的观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轮battle让无数人标累 也让无数人心疼 更让无数人敬佩 舞者输赢常有 舞者不以一时输赢弄高低 他的终极对手始终是自己 每一次进步都是要赢过自己 每一次惊喜都是他赢过自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感谢您的频道